2019年2月23號 5566小巨蛋演唱會 歡迎5566 哇 從當年的台灣出發 然後在亞洲的音樂圈出傳奇的一團 今天這個記者會 我覺得心情一定不太一樣 發表一下心情如何 心情當然是非常雀躍的 首先先跟現場所有的媒體朋友們問候一聲 因為非常感謝 現在我們知道台灣做任何事情 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但是大家都還願意來到現場 然後來幫一下5566 第一次站上小巨蛋這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的感謝 那當然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 沒過去 56在台灣 其實也在很多的場地辦過 包括現在原本小巨蛋的這個場地 的這個體育館 包括中山足球場 我們都有辦過 但當我們開始沒有在出唱片的時候 小巨蛋就誕生了 於似乎我們就 我們就一直沒有機會可以站到小巨蛋 這一次是非常難得的 其實也很有趣耶 你們超過很大的中山足球場 市立體育場 結果後來竟然別人都去搶小巨蛋 直標 你們去等到現在 是 哎呀呀 沒關係我們先把小巨蛋攻下來 接下來我們就等大家去探 好 好 那你先把它標下來好不好 標下來 不然誰蓋 不然自己把它蓋好時間 不過真的是很酷 因為我其實大家腦中都有很多回憶 像你知道這一次啊 一公布票卷 是 整個亞洲的華人回憶都回來了 而且很多海外人都在問 可是你們自己內心 比如說孟哲 你午夜莫回你有想過這一天的到來嗎 其實說真的還沒真的想過 沒想過 終於等到 從一開始聽到這個消息 就是比如說網路上有人在炒這件事情 我記得是在我當兵前的時候 2011年 很久的耶 2011年 2011年到現在 2011年就聽到有人在講 那時候呢 就是因為我也要去當兵 然後呢 就沒有辦法 這件事情沒有辦法去 就這不可能嘛 然後到當完兵 2012年 2013年的時候 開始網路上是個大發酵 然後一直在炒 到現在 2018年 然後終於要在19年 要把這件事情完成 所以在你心中 這個故事已經延續了 八九年 差不多 我一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先拿給孫習的字 我就 你今天也跟我講這件事情 我要確認一下 這是不是假消息 你跟我們這幾天講很久了 你知道嗎 但那個時候其實 包括像什麼 五六不能王 對 那個時期開始慢慢喊過了 你知道到現在為止 已經喊了太多年了 我們走到 其實我們的團名 其實真的已經改了 因為大家看到我們都是 無聊不能王 一定是五五六 我跟你講確實是這樣 五六不能王這五個字 跟衝波爆開這五個字 跟衝波爆開這五個字 一樣 在台灣廣為流傳 但是我覺得 比較不一樣的是 很多的形容詞 是唱功是自己喊的 對不對 你們這個敲碗演唱會 神許我難過 五六不能王是真正名義喊出來的 那就是歌 韓國語 這要了不起 加油 謝謝大家 你的心情呢 因為我看你很忙 你又開民宿又做終於 你還想唱歌嗎 不是 其實我很開心 因為其實有了小孩子之後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小朋友 他一開始還不知道 爸爸的工作是什麼 對 然後他在家裡會看到我收藏的 之前五五六六的DVD 他就說你爸爸我要看一下 我放給他們看的時候 他們都不相信那是爸爸 他們第一次看到是這樣 爸爸 你飛在空中 他覺得很像他 教官司 對 他覺得好厲害 是因為飛太空中 不是因為身形差很多 沒錯 沒有 身形對他們來說 沒有太大部分 因為他們看到我的時候 已經是這個樣子了 對 然後看到的時候就覺得 喔 好厲害 對 然後後來慢慢長大了以後 看到了像比如說一些 其他的韓國團體了之後 對 那小朋友長大 像我女兒現在已經六年級了 他心目中最棒 最帥的團體 就叫做BTS 喔 然後呢 他就會拿我以前的演唱會說 欸 爸爸 我覺得BTS比較帥 喔 那個時候 我心裡邊就覺得 嗯 沒有 爸爸也要讓你看我有多厲害 對 爸爸早就帥過了 對 爸爸早就帥了 爸爸二十年前也是那樣的 對 爸爸二十年前 真的是 這樣子說沒有錯 在那個時候 五六開始紅的時候 團團根本還沒有這個熱潮 是 所以你們確實也帶動了很多 從造型到你的髮型 很多服裝 真的都是一種style 其實很了不起的 所以我們很開心 歡迎老歌迷回歸 歡迎你的新歌迷 你的孩子加入 是 讓大家見證到我們台灣天團的實力 好 轉演其實也只剩大概兩個多月 對 目前的季度 趕快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下週就要秀票 謝謝 季度啊 陸陸續續都在進行當中 但是因為這一次要演出的歌曲還蠻多的 所以呢 一直在做一個各方面的配話 那規劃跟配合 因為其實你一定要先整個主流程出來才有辦法做歌 有歌出來才有辦法做舞蹈的編排 對 一步一步來 過程是蠻難的 因為你們的歌也不少 從自己的專輯到合集到電視劇 是 過去跟心靈跟黑話 好多代表作 對 怎麼排啊 最難的其實是舞蹈 舞蹈 舞蹈非常多 對 然後多年沒跳了 然後現在呢 要排那個舞蹈 我們現在都在想說 那舞蹈以前拍 我們以前排舞是那種 一般排舞是 1&2 3&4 不是 那我們的以前那個舞蹈老師都是 1&2&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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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鄭多彥 但確實我好像有點印象 你們以前的武算是很難學的 很多個思想要學可能都很難的 包括你們自己現在回頭 鳳哲還記得那一切的一切 歌詞等等舞蹈你都OK嗎 其實一直覺得有這種在學新歌的感覺 這也可以 把它心態當作是新歌 對 當作是學新歌嘛 狀態來講就是大家耳熟能詳 包括記憶點非常深刻的動作或音樂 我們會把它原版保留住 但是因為是適格這麼多年 讓大家再看到5566跟回味我們的音樂 所以我們還是會做很多新的來編跟編 在音樂上的話我們會重新編過 然後在舞蹈上面 我們會保留大家很經典的一些畫面 編曲下來 然後舞蹈也會有全新的一個呈現 期待喔 包括我剛剛講吊芳絲 我們應該也要重溫當年舊夢 只是現在需要三個師傅嘛 以前一個拉就好 師傅來了 我們現在鋼絲可能也要換粗一點 對 我們不要讓你們小孩看親你啊 對不對 你們有別的任務 他是家裡一家之處 不能讓孩子看親對不對 一樣要飛起來 加油 那比如說嘉賓的過分 就像我剛剛講 因為你們也太多影視綜藝代表作 合作的夥伴無數 有沒有考慮過說要找誰 目前有沒有計畫 有否 目前其實我們 我不想打開就是忌情帶小孩出來 不會 這個留在我這個 你私人的生活就好 工作上的話其實有很多 你曾經跟我們合作過的這個夥伴們 我們都有去尋問 開始尋問他們的時間 所以大家可以從 我們有跟他們一起表演過的這些人當中 大概有幾個人遺讀不悔 蛤 我 哪有遺讀不悔 有遺讀不悔 有都遺讀不悔 有嗎 有 不好說 反正就盡量邀吧 確實來講我們是有開出了一些名單 這些名單我想 一講出來的名字 大家一定都是耳熟能詳的 一定的 那只是說 就像剛剛說的遺讀不悔的有多少 或者說真正有回應的有多少 或者是價錢還很高的有多少 還有檔期啦 我們不知道 那我們已經盡量選 就是過完年的時間 應該大家都還滿 對 二二三 那個時間應該很多藝人都是可以 沒錯 休息狀態 過年之後一個月大概是沒有記者會 沒有什麼商業人 有耶 大家都還在休息 想推推不掉 但他說對了 他們可能還在度年假一個月 對 不能力 不能力 大家就年假可以放 走著瞧吧 你們的人員一定會很精采的 台上台下都會很精采 不過孟哲你們現在還是飢餓三帥 對 我們現在 你們還要一天到你出外景 這個體力跟心情的轉換OK嗎 其實我們現在 比較麻煩 還是先期辭一個月 也沒有沒有 沒有 一個月其實錄了大概四到五天 但是時間比較麻煩 是他個子都還是有個子的工作 對 然後我們要抽到時間 一起排練 其實真的 覺得接下來的幾個月 會像是 最早我們剛出道的時候 像那時候藍波導師在講 講說 我終於知道你為什麼要是五個六 因為每天都要排練到早上五點 也不要練 OMG 對 應該就是每天每夜的排練 明白 好 請期待 大家都知道他們三個人做節目也是命三黨 這個演唱會一定會施盡全力 當然雖然不知道嘉賓會是誰 但你們的好人員 已經彰顯在祝賀VCR裡 我們跟大家報告一下 他們說在剪的時候 真的割捨不了 我們今天只看精華版 因為如果我們要看完整版 會看到大約三點 跟開票時間差不多 這整個演藝圈的祝福 真的 他們說廠道會播到三點 所以我們跟大家幫包括粉絲 如果你們想看藝人祝福完整版 請上華會 華會娛樂的 對 專業 對 今天我們讓媒體輕鬆一點 好不好 三位先感受一下 你們的人情包袱有多重 有多少人請你們 朋友 恭喜5566 即將於2019年2月23日 前進台北小巨蛋開場 好 一下剪掉 恭喜5566 終於在2019年2月23日 在小巨蛋開場 好看 即將在2019年2月23日 展配SINGS 大家是等著又等嗎 即將在2019年的2月23日 大巨蛋開場 從小我就是看他們的肩膀 跟他們的肩膀 就是所有台灣人的夢想 五六不能玩 五六不能玩 從以前到現在 在用很多美好的回憶 美好的時光 天啊 我真的超級期待的 我一定要好好支持一下他們 我相信這是一個 他們在2019年 要對所有支持他們的朋友 來一個最大的獻 謝謝 謝謝你們 滿足所有的粉絲朋友 還有我的樂畫 今天要祝5566在2月23日 演唱會大成功 恭喜賢治哥 仁福哥 牧哲哥 你們公蛋了 SIS 5566 演唱會的票就要開賣了 而且這一次是在小巨蛋 小巨蛋 真的小巨蛋 我要祝我們的兄弟們 演唱會成功 然後呢 所有的五六的粉絲呢 全部都要站出來買票 祝小巨蛋幫我們加油 Yeah 祝福人副歌你們的演唱會 票房秒殺 恭喜我們明年的 2019年的2月23號 5566馬上就要公蛋了 這算是一個很辛苦的工作 趕快上網搶票喔 趕快搶票 演唱會成功 說再多都是廢話 就是避憾 避憾 避憾 為什麼從中段之後 大家都變外星人的臉 畫成這樣 在真的說的太多廢話了 裡面好像小巨蛋錄最長 小巨蛋錄了兩分半 其實呢 在這個影片當中 我們這樣就可以講 就除了就是 長輩們 像嬌哥 然後我們這些前輩們 當然是看我們長大都沒有錯 那其實有很多年輕的朋友現在 正在演藝圈活躍 其實他們小時候也都來參加過我們的活動 所以我們真的是非常開心 然後更讓我開心的是 就是因為剛才也有看到左左右右 其實他們也是現在才認識5566 就覺得心情是很開心的 很跨了很多的太代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 我們大概在出唱片是最後一張片 好像是大概08年 08年的時候 剛好10年前了 所以那個時候最後一張片呢 聽到我們歌曲的人 現在大概都已經是大學生了 因為他們那時候國小 或是左右剛出生 對 他們才剛出生 可是因為現在最近 我們的飢餓遊戲的關係 所以就有很多的年輕小朋友 認識 認識 他們也不要講節目 就是包括我們自己 飢餓遊戲請來的來賓 我們有時候在討論演唱會的時候 他聽到我們在討論 他們就會講 你們那一首歌 我以前也很喜歡聽 然後以前也會講說 有些來賓說 以前出過我們哪一場簽唱會 哪一場演唱會 他們也都會公布 都去過 小時候可能有追過新 現在終於等到小軍了 恭喜三位 謝謝 謝謝你 像這些大咖們的祝福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真的 我們的訊息要早快公布 尤其是票價 對 你知道最近很多演唱會 很多大咖 是 來我們來公布一下 我相信你5566 專業的天團裡面 絕對不會讓歌迷失望 或是太有壓力 所以我們現在 而且這個是一個密 非常大的秘密 我們價錢是非常公告的 感覺有點 來什麼 拿價錢公告 公道 公道 對 看裡面 看著價錢公告講價錢公道 你看字 好 到底公不公道 打開來知道 才知道 來我們請三位準備揭秘 好 來 到底2019年SIMS5566 2月23號小巨蛋演唱會 票價是多少 請看 好 來 7256 156 都是56 1856 2356 3156 4256 有梗 都是5 5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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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這一次演唱會裡面 我們最後的票 只設定在4256 照理說5566最貴的票 大可以賣566 566 對 但是 你就想出來是體恤一下本思們 就是 因為5566我們自己都覺得 稍微偏高了一點點 對 其實因為在扮演唱會 我們其實就跟以前的56一樣 我們都不希望讓歌迷太破費 是 因為大家賺錢現在都很辛苦 有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讓票價 我們跟主要單位要求 這種希望 票價不要太貴 再cost up 對 讓大家可以真正 負三人都可以來 太好了 所以最貴只到425 那還是改成五百五六百六 沒有 有沒有 我們希望他們再整去歌迷 也有個限度 對 因為我們也要活下去 對 不是 我怕到時候就真的只是個平台在唱 還是說改在自己辦 我們應該可以在小巨蛋 在外面那個南京東路 不要那麼委屈 該買的還是要買 十年就等這一場 因為在維基百科 五六的演唱會的數字 就停在十年前 對 終於有一個新的紀錄 2019小巨蛋劍 是 而且據說 因為大家知道五六的特色就是 能說 能演 能唱 能跳 所以你們的演唱會應該會有一點點 Fan Meeting的結構在裡面吧 會有 大量的聊天互動 不見得 但是我只能跟大家說 就是對於五六演唱會這件事情呢 過去 在演唱會當中 會不斷的帶給大家驚喜 這一次也不會讓大家失望 太起來了 我想五六的演唱會 我們希望大家來看就像一個秀一樣 不是只聽唱歌 而是你會看到戲劇的成分 你會看到遊戲的成分 你會看到很多視覺 然後甚至會有一些surprise 在整個表演當中 所以大家就用晚上來看一個秀的心態 好好感受一下 我們希望你來 不是單純直覺說 好看 然後帶著這樣的心情回家 是回去的時候會覺得 這場演唱會很好玩 對 喔 所以福利的事情是要不要講 要 對 我們其實要讓大家 就是 重點沒講 最貴的票有福利 對 我們會從這個 在買最貴的票是 4256這一區的 因為這個地方比較方便上台 對 我們會從這一區當中呢 挑選幾位歌迷 可以上台跟5566一起玩遊戲 太好玩了 詳細的辦法 大家可以上華櫃娛樂的粉絲專頁 然後你就可以了解 詳細的這個 上台的一個活動 好的 所以就像剛剛講 他們的演唱會 除了精彩超越自己之外 還可能會有一些互動 或是這樣的福利 十多人可以上台了 來三位 來跟你們的非常非常親民的票價合照一下 我們站個位子來講 難道有五六來結尾 哇 這算零錢很難算 總其四二五六 三六五六 三一五六 二三五六 一八五六 一五六還有七五六 非常非常合理的價錢 三位先看就見 好期待 好來 右邊麻煩 三位 天團 天團 其實天團這個字 最早也是出現在五六身上 那個時候還沒有天團這樣的形容詞 那個時候真的 孫總很會取一些無為不為 來 中間中間中間 好 非常厲害的天團 回歸了 辛苦了 等了那麼久 好 我們待會還有一個儀式 還可以再來拍 來 我們把道具收一下 拍攝通送上來 現在我們做最後一個動作 因為終於等了那麼久 從當年的勢力體育場 從當年的習儀式 好 來來來 先送上一個大旗 哎呦 五位三位準備了一個 超大的 小巨蛋的遊行 你看我們主辦單位多有心 對 這個上來 上來是一個很大的關卡 連上台都很難 上來 上來小心 不要嚇他們 好 小心 各位媒體 這應該是你近年看過 小巨蛋演唱會記者 會做過最厲害最大的道具了吧 哇賽 廣天團出場 哦 哦 這次是溜冰場 我很常去的 哈哈 那你幫我解釋一下 那這裡是哪裡 南京都路在哪裡 南京都路在哪裡 南京都路應該是這一條 這邊是南京都路 演唱會就是在這邊 演唱會在這邊 那中間南路在哪裡 我在那裡下車 很輕 很輕啊 來 我們先拍一個照片 待會再來插 來 先揮舞一下 拿著旗子 麥再幫我們收一下 好 好 拿著兩張後面遮住臉 謝謝 來 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不要擋住臉 OK 哇 我們這個道 欸 騎子再朝前一點 謝謝 欸 漂亮 好 過多了 回來10度 好 準 我們 不可以是綜藝看 請看中間 這個超大的小巨蛋 一定要幫我們拍一下 這個實在是太用心了 完全是照小巨蛋的整個規格 來打造的縮小模型 送給5566 期待他們壯大聲勢 秒殺巨蛋 來 世界我們 右邊再來一輪 右邊麻煩三位 謝謝 好 加油加油 來 中間 再麻煩左邊 三位請看左手邊 好 還有哪邊大家需要 好 中間藍色衣服的 謝謝 那我們來插息囉 一次成功喔 3 欸 要不要先揮舞一下 不用喔 直接插了喔 因為這棋是硬的很難揮 3 2 1 566 來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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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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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隊的唱會 12月8日出五正式售票 再放 反正都叫 放到我們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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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 放到 煙太多 這樣可以嗎 好 這個巨蛋真的很大 這個 這個 拍起來這個照片 就會更寬 太有架式了 好的 相關的歌迷福利請上華惠娛樂臉書專頁 相關的藝人祝福完整版也請上華惠娛樂 最重要的事情呢 幫我們宣傳 12月8日中午12點拓圓售票系統 全球華人一起來搶票 加油 加油 好 可以嗎 還有哪位需要 謝謝 來 麥克風在售上來讓三位好好謝謝一下 今天大家剛剛才從別方趕過來辛苦的 好 來 我們讓孟德先說 不然每次的話都被講完了 到前面來 到前面來 好 今天的很特別的記者會 等了非常非常久的一個記者會 對 真的等非常久 就像剛剛講的從 其實這樣大概算起來有個八九年了 對 然後終於我們在這一次就是2019年 2月23號就要攻進小巨蛋了 然後我們其實自己也很緊張 有時候自己想起來會覺得說 天啊 這到底是真的假的 然後現在但是 現在我們最開心的是 就是我們可以讓之前很多的歌迷 因為他們那時候還小 然後讓他們長大的時候就說 啊 我有能力算錢的時候 但是我們已經沒有辦舞唱會了 所以現在我們等於是 除了圓我們自己的夢 也是圓了他們的夢 說得好 或者是有先去相夫教子 孩子大了 他們可以再出來追星了 再來看舞相 好 結束 對啊 除了開心還是開心啦 因為我想 對於我們自己來講 當然也是非常難忘之外 我想對於很多的朋友們 是你們 我們以期長大的一個回憶 然後也希望所有的五六粉絲 不管你是剛認識五六或者是 以前就是五六的粉絲 都請你們大家再一次的回歸 來到小巨蛋來聽聽我們的歌 來看看我們的演唱會 太好了 安仁甫你順便謝謝媒體囉 OK 好 SINES五六六演唱會呢 就是從五五六六開始 我們三個的友誼從五六六開始 我們跟所有的朋友們認識 也是從五五六開始 不管是歌迷朋友 或是大家 所以這次這個演唱會呢 我們希望給大家一個 五五六六一貫的作風 它就是一個秀 會讓大家在這個演唱會當中 我們覺得內容是很重要的 所以會有很多的surprise 我們自己覺得這個演唱會 應該大家沒有看過這樣的形式 是我們三個這次很自詩 而且在內容上非常要求的 所以相信大家當天如果到現場來的話 不管是粉絲朋友或是媒體朋友們 你們會看到一個非常非常不一樣的秀 然後也謝謝所有朋友們來支持 我們希望你們也召喚 你們也可以來 謝謝 好的 我們再次來報告幾個福利 第一個 十個歌迷 買四二五六的可以上台 上台第二個 美圖秀秀 現在也推出了SIMES五五六六的合成圖的花 只要拍照跟他們合成 可以跟我們一起合照 對 就有機會所謂的另類合照 但是還可以抽真正的簽名太遠 都在華貴娛樂的粉絲專業 那當然下週最重要12月8號 祝福十二年 秒殺 加油 謝謝 大家要火照片嗎 要不要 要不要撤到去來一張 不用 那我們就連綁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還是撤一下好不好 不用了 可以嗎 可以嗎 嘿嘿嘿嘿嘿 有沒有都收到音 123123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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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還沒 好 等你們好再來 沒關係 哈囉哈囉 那可不可以講一下說過去啊 之前在那個中山足球場嗎 那時候就是已經很大的場合 這次是在小巨蛋的感覺怎麼樣 嗯 我覺得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不用去考量天后的這個因素 因為我們之前在中山足球場 其實我記得有兩次的時候是剛好歷經颱風的時期 所以那時候我們其實也很心疼歌迷 他們除了看演唱會 然後排隊的時候也是在下面淋雨 嗯 這樣那這次在小巨蛋 他們就可以真的好好的享受 呃 真唱的演唱會 是不是也從來沒有想過說 是歌這麼久 如果還可以站上小巨蛋 那個感情是不是格外的感動 因為站上小巨蛋是一個歌手的夢想 然後呢 在這幾年呢 我們也在小巨蛋看了非常多的表演 每次在看的時候呢 心裡面都會覺得 應該要站上去看看 然後心裡面也覺得 哪一天一定要站上去 那這一次 其實中間過程 然後我們知道其實很多歌迷不斷的在談 在跟我們講 然後也有很多主辦單位來 來跟我們去爭取這樣的機會 那這次我們三個決定的原因 是因為這次我們主辦單位 他在內容上給我們非常大的保證 然後也希望能夠達到我們的這個需求 所以呢 我們覺得這次演唱會 一定會非常成功 然後讓小巨蛋可以 呃 在我們的這個5566的歷史上 我們也上過小巨蛋這樣子 那兩次有加 你必然是公佔 現在大家都幾分鐘秒殺 嗯 我想票這個東西 當然 秒殺是一回事啦 如果能秒殺 我們當然是非常開心的 但是 呃 畢竟是這麼久 沒有以56的身份登上舞台 那票12月8號中午開賣 也跟大家呼籲一下 可是能不能秒殺呢 我們隨緣 我們盡力而為 對 因為其實這次的票價也沒有很高 最貴也才到4256而已 所以呢 我想應該 應該是會蠻踴躍的啦 我們自己知道的是光演藝圈 我們自己的朋友 就幾乎所有遇到我們的人都說 他們一定會來這樣 所以我想那一天 除了台上會很精彩很難忘之外 台下應該也會是一場 蠻熱絡的一場同樂會 那會不會有計劃看第二場 因為你怎麼會有喜歡的表演 第二場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是看第一場 表演完之後反應如何囉 因為現在的形式比較像是 呃 如果說比如說這一次的演出是 整個形式是很賣座 大家很喜歡的 那很快的就會馬上又有人來找著 接著想要演第二場這樣 那我們也是希望 當然啦 一個好的表演 我們都希望可以讓更多人參與的到 而不是只有單單一場演出完就結束了這樣 目前的計畫應該是在台灣辦完 這個小巨蛋這場之後 就會開始安排海外的部分 所以海外演唱會 海外的朋友們你們也不要急 因為呢 你們也可以等得到 五六也會去表演給你們看 那台灣的部分的話 可能要趕快安排一下時間 因為檔期的關係 所以可能如果要在第二場的話 沒有那麼快 可能要安排一下這樣子 台灣三缺一 台灣 什麼 台灣三缺一 海外也會三缺一嗎 欸 推到我這兒來是吧 台灣三缺一 海外不見得三缺一 我只能這樣講 因為一切都有無限可能啊 我們是 目前來講大家知道 就台北小巨蛋 當然海報上已經滿明顯 就是三個人啊 那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也沒有人敢保證 所以或許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大家可能會有什麼樣的驚喜 也說不定 對不對 目前還有在嗆人 最近還兩位 目前因為呢 他有透過媒體說 他不回應前團員的事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幫前團員說話 對 你就請去問他 我們也祝福他這樣 不會啦 有時候通告還是會遇到啊 對啊 基本上都還是打招呼聊天什麼 因為畢竟大家就是十多年的感情了啦 還是都會有互動啦 那這樣舞會不會要重拍啊 因為以前人是這樣跳嘛 就少一個人 呃 其實我想對我們來說 重不重拍好像都一樣了 因為基本上對我們來講 也都是重拍 因為其實過去四個人的位置什麼 應該也不會有人記住了 所以我們這一次等於 雖然是過去的音樂啦 但是我們會重新做一個改編 然後演出來講 也會重新做一個編排 只保留經典的部分 然後讓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卻又可以看到心意這樣 因為唱的歌其實也還蠻多的嘛 那歌詞現在還記得起來嗎 要被那麼多人輔歌 歌詞你們兩位 我們兩位 我一直以來在演唱會就是 以忘詞 大概就在華健哥以下而已啦 對對對 第一名是華健哥 他超專業的欸 他剛剛講完說 歌詞的部分來人輔歌 直接推給你 直接指名 我想你大概在十年前 有來過我們演唱會 好 這個部分呢 我很努力的在記歌詞 因為歌詞真的蠻遠的 可是我覺得還好的是 因為在中間過程當中 小孩有幫我複習 因為中間在我們家車上面 小朋友之前很喜歡看我的演唱會 所以車子上面都會放 那個我演唱會的DVD 所以耳朵呢 還是常常在開車 可是耳朵還是有聽到這些歌曲 所以應該還沒有那麼陌生啦 稍微複習一下應該是可以 不過因為演唱會上 會有重新的編排 然後會很嗨 會想跟歌迷互動 唱錯段是難免的 請大家表達的要求好不好 那麼多選歌上會不會困難 我們選歌 我們選歌其實確實是蠻困難的 因為我們總共有十一張的音樂作品 然後呢很多的歌 我們大家在開會的時候都很糾結 因為大家也很喜歡 但是全部加下去 可能真的可以辦兩場演唱會了 所以我們還是取精華的部分 來給大家回味一下 那粉絲有超法最多的 前三首之類的 前三首啊 沒有做什麼樣的票選 但是我們後來把所有歌列出來之後 確實啦 你們在這次的演唱會 經典的歌一定都聽得到 不論是戲劇 這一定都有 還是我們特別一點 就不唱我難過 大家越期待我們越不唱 然後就像專輯最後面那種 第八首 第九首 第十首 對對對 剛剛有說到 莫樂現在的粉絲 那個偶像都是BTS 對 好像昨天也因為這個BTS的關係 在那個 臉書上面有 微微的跟記者搶了一下 喔對對對 因為呢那個完全娛樂的那個記者呢 就在他們的那地方 在他們的這個專頁上面呢 有寫到就是說呢 因為我女兒說 BTS什麼都比我好 然後他也 他寫說小記者也認為 BTS真的比較帥 然後我就說 敢問你的江湖稱號跟T字 難道你不知道完全娛樂 我可是扛了七年嗎 結果我後來還是被糾正了 因為他們說正確來說 是九年 對嘛 我扛了九年 你還說BTS比我帥 給點面子嘛 是不是 對啊 所以主要是開玩笑啦 因為其實跟他們都還是有聯繫 對 所以只是想要知道 是哪一個記者寫的 可以算帳 因為上面只寫小記者 但不會怎麼樣啦 是開玩笑的 好玩的啦 好玩的 那邊為了找BTS的周邊商品 錄影空檔 然後我們都在等 他說等我等我一下 我要去幫我女兒買禮物 為了女兒啦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搶過演唱會的票 然後他還對啊 他那天在車上 他問我說 他說因為那個棒球場 我比較了解 他說 欸協志 你覺得這個棒球場 哪一個位置視線比較好 我說一定是這個最好啊 我說你要幹嘛 看球賽 他說沒有 因為BTS的演唱會 樂樂想去看 可是票好貴喔 但是這個爸爸真的做得非常好 他是買 然後還送給他的朋友一張 希望就是女兒跟朋友一起去這樣 對啊 都覺得很棒 真的很棒 那協志哥最近有出新歌嗎 喔對 喔謝謝你幫我提一下 那支合體有沒有打算 再錄個新歌送給人 五六的 五六的新歌 我想短期內要誕生 應該還不是那麼容易啦 因為過去的歌曲 其實就已經夠多了 我想未來可能會等一個更好的時機 才會有一個五六的新的作品 音樂作品這樣 大家可以先來回味一下 或許未來會有機會 那你剛剛提到我這個 因為前11月我剛好也發了自己的EP 那其實這是我大概去年 就已經確定好的一個時間 可是五六的演唱會是大概這幾個月 前幾個月才剛final的 所以呢 包括我個人12月22 在這個Neo Studio有一場個人的音樂會 我想所有的新聞都被五六演唱會淹沒了 變成我個人的很不重要 拜託也幫我提一下 不會不會 謝謝你們 謝謝謝謝 對對大家來暖暖身嘛 因為我一定也少不了唱五六的歌啊 對啊請大家多支持 沒有約我們有點不... 對啊不單算 不過怎麼約 好朋友還要約嗎 你們就已經售票了啊 自己去... 我們是可以平臉就直接入場 對 你們平臉入場 你就覺得... 你叫售票是什麼意思 幫我推薦一下售票系統 你們平臉來就好 你就進去了 我... 喔喔喔喔你你你然後就進去了 對對對對對 我會交代門口的人 對啊 這位好朋友應該就是要好好跳立挺啊 怎麼可以平臉 他們今天我還送他們CD 然後已經發行這麼久 他也沒有買 你就買來 你那演唱會有多少 多少那個 票價 票價1300多而已啊 你有幾個座位 800多吧好像 這樣 你的演唱會我買一半下來 我們的演唱會你也買一半下來 好不好 這樣算大家互相 可是你們的 他買一半 然後你since娛樂買一半 我再買你那場另外一半 你再買另外一半買下來 天啊那我整場就包了 好像很划算耶 對 互停嘛 對啊 好不好我們就這樣互停 但數字差很多耶 這位先生 而且你們演唱會不是也有我嗎 其實我們一開始在討論內容的時候 有這麼打算 但是被 被華歸娛樂拒絕了 所以我們還是會唱歌 畢竟還是演唱會啦 我們應該還是大多 當然不會少掉 五六該有的元素 這是我們一定要的 那如果真那麼想找我們聊天 我們會擇日 在小巨蛋辦一場演講 辦一場脫口秀 對對對 那價格應該會便宜一半左右 一般的歌手都是在這個唱歌唱太多首 所以呢超時嘛 我們是講話講太久 超時被罰錢 哈哈哈哈 你一直針對這個是不是你很想加入 哈哈哈哈 新團員 因為SINCE 566就是一切都從556開始 我覺得 記憶當中的5566 它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應該是之後不會再有新的團員加入 因為畢竟這樣子才叫做5566 對 所以應該是不會有這個 沒有啦 因為新團員如果進來 新就代表他非常年輕 年輕呢 肯定跟不上我們的節奏跟腳步 但如果找個我們同年紀的呢 他也跟不上我們 然後年紀又有點大了 所以其實都很辛苦 好 那我們就上次了 謝謝 謝謝 謝謝